大家好,我們今天在2017打塑系統用戶大會的活動現場 我是主持人欣梅 那現在在我身後的攤位是市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他們的主題就是多元模擬仿真應用 今天非常榮幸為大家邀請到了張世維總經理 要來好好跟我們分享一下總經理跟大家打個招呼 大家好 好,總經理先請問一下我們打塑系統所提供的多重物理廠 它的模擬分析以及應用案例是什麼呢? OK,是這樣我們市盟科技所提供的就是針對客戶在設計端的時候 就能夠利用電腦仿真工程的一個軟體 然後事先預測就是在整個設計階段 會不會有一些結構方面的一些問題啦 產品壽命的問題啦 或是有些熱方面的問題等等 透過仿真的手段能夠事先預測 提供給設計者很大的一個設計空間去思考 未來整個設計的方向 甚至未來能夠提供一個很好的一個工具 那就例如說現在目前手上看到這個就是護腕 這個護腕 那這個方式是這樣提供給一些應用範疇 例如說在做一些生物力學方面 生物醫學方面的一些應用 那好比說今天要做一個護腕 早期就打石膏嘛對不對?那就很重對不對? 那現在就是利用軟體的一個技術 利用三次元兩側可以把一些手臂的一些資料 就能夠傳到電腦裡面去 然後再利用軟體去把一些 就是說哪些地方 因為利用最佳化的方式 哪些材料可以拿掉啦 哪些地方可以把它拿掉 結構強度還是我們的護腕 然後又能夠從它就是說手腕的一個形狀 這也是通過軟體的一些功能 讓它能夠做一些呈現 那這種東西就是會輕 那又可以省材料 那又或者像現在手臂上 在這個螢幕上面所看到的就是說 因為產品的應用剛才提到所謂的多重物理廠 多重物理廠其實它是一個 算是一個通用的一個用 因為我剛才提到包含結構的強度啦 還有熱方面的問題啦 還有電磁場啊等等 把所有這些問題把它混在一起 其實這種就是所謂的多重物理廠 其實以工程的角度來看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一些問題 那早期的時候都必須要做實驗 譬如說一台車子啊 或是結構的碰撞啊等等 如果說早期你不可能說拿一大堆車子來碰撞啊 那成本非常的昂貴 接著透過軟體方式 把這個車的模型建出來 然後給它一些條件 然後利用軟體去做一些仿真 就可以事先預測到底哪些比較 強度比較弱啊 哪些需要改善啊等等 還可以把一些壽命的一些問題把它探討出來 所以我想說明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達說所提供的這個所謂的這個產品 可以提供給一些設計工程師 在早期能夠解決很多工程上很複雜的一些問題 然後能夠提供給消費者一個更安全更舒適的一個 一個怎麼說工具 我想是這樣 好的非常謝謝張總經理的分享 謝謝謝謝